汉朝最轰动 也最惨烈的宫斗 就是吕智对欺负人了 欺负人因为三番五次的 鼓动刘邦将自己的儿子刘如意立为太子 即便刘邦死后 也没有消停 吕智干脆薪酬就很一块算 将欺负人做成了人质 还毒杀了刘如意 这也成了吕智一辈子的黑历史 到了汉元帝刘氏这代 他的皇后王正军和傅昭仪的争宠 也是非常激烈 虽然傅昭仪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刘康 当上皇帝 但是由于王正军的儿子 汉成帝刘傲没有儿子 便过继了傅昭仪的孙子刘欣 来继承皇位 傅昭仪在孙子这里颁回一局 如愿当上了太皇太后 可无论是王正军 还是傅昭仪 都没有对对方痛下杀手 当然 小动作还是有的 是王正军和傅昭仪天性善良吗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争斗 何况还是抢皇位 只不过有的争斗是心风血雨 有的 却是润无戏无声 傅昭仪的起点 比王正军要高一些 王正军在宫里只是一个家人子 而傅昭仪却是 昭仪上官太后身边的才人 后来两人共事一夫时 也是傅昭仪更得宠 虽然后宫的女人 是靠争宠来过日子 但并不是说越得宠的 就会是赢家 这里面还真的需要运气的成分 王正军就赢在运气上 刘氏还是太子的时候 他最宠爱的女人司马良帝 突然病逝 迷游之际 告诉刘氏 是那些妒忌她的女人 将她给咒死的 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真的 反正刘氏失信了 于是 对自己宫里的女人 都必如蛇蝎 汉宣帝确实也够宠爱这个儿子 既然这样 那就将服侍的人换一茶好了 反正宫里最不缺的 就是女人 刘氏的养母王皇后 从宫中挑了五个家人子 让太子刘氏自己选 刘氏当时还没从爱妾的死中 恢复过来 哪有心思看别的女人一眼 选人那天 刘氏随口敷衍道 就一个人还行 那些给她选妃的人 想来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也不细问 就想当然地认为 刘氏喜欢的 是当时离她最近的王正军 刘氏很不走心的 让王正军服侍了一次 结果 运气爆棚的王正军就怀上了 还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可是太子刘氏的第一个孩子 抱孙心切的汉宣帝 可乐坏了 他不但亲自给这个孙子起名叫刘傲 还带在身边亲自教导 虽然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但是 不得不说 生孩子 早生和晚生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生下刘氏长子的是傅昭仪 那她一定是皇后 可谁让王正军生下的刘傲 是长子呢 而且刘傲还得到了 汉宣帝的垂青 就这样 王正军虽然 不怎么讨汉元帝喜欢 也成为了汉元帝流逝的皇后 汉元帝时期最得宠的 除了傅昭仪 还有后来进宫 且为汉元帝以身党雄的冯昭仪 这两人最先都被封为婕娱 当时西汉皇宫里 皇后以下 最大的就是婕娱 汉元帝为了抬高傅娱和冯婕娱的地位 就为他们新设了一个封号 昭仪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后宫才有了昭仪的位号 相比之下 王正军这位皇后 就黯淡很多 但是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本来就是有得有失 王正军尽管觉得遗憾 却从来没有怨恨过谁 和吕智当年碰到的问题一样 王正军的儿子刘傲 也曾经面临备废的危机 汉元帝很喜欢傅昭仪生的儿子 定逃亡刘康 倒不是因为刘康 在治国方面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而是刘康在音乐方面的才能 甩太子刘傲八条街 汉元帝刘氏 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 写字 画画 吹拉 弹唱 谱曲 都达到了大师级别 比起朝政 汉元帝显然对音乐更感兴趣 自建招开始 汉元帝就以生病为由 将朝政托付给了 担任中书令的太监实险 他自己 则每天在宫里玩音乐 汉元帝有一首绝活 远距离用铜丸头骨 声音并不凌乱 而是非常的和音乐节拍 令人叫绝 权功上下 除了汉元帝 就只有定逃亡刘康 可以办到 刘康要不是天赋异禀 就是私底下没少训练 汉元帝对次子 刘康居然和他一样拥有这样的记忆 而嘖嘖称奇 认为这样难得的人才 不当太子太可惜了 这到底是为国家选太子啊 还是选鼓手啊 汉元帝的表叔史丹 知道了汉元帝的想法 表示反对 不过 他说得很幽默 皇太子这样敏而好学 温故之心的 才能称为国家栋梁 如果用乐器玩得好不好 作为认定人才的标准 那陈慧 李渝都比匡横懂音乐 是不是该换他俩去当丞相 汉元帝知道史丹的意思 自知理亏 便嘿嘿笑了下 不再提改立太子的事情 有这样的爹 就能理解为什么太子刘傲 会从一开始的勤奋好学 突然转变成沉眠酒色了 在汉元帝眼中 读书再好有什么用 会玩音乐的儿子才是人才 玩音乐也是要讲天分 玩得好了 自然成名成家 玩得不好了 那就会玩物丧志 等到汉元帝病重时 只准傅昭仪和定陶王刘康陪在身边 而王正军和太子刘傲 却不能近来相见 王正军和哥哥王凤 都担心汉元帝在临终前 会改立太子 但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时 史丹趁着汉元帝 独自一个人在房中的机会 悄悄来到汉元帝身边 跪在汉元帝床前 哭着对他说 现在有留言说 陛下您要废太子 改立定逃亡为太子 如果这是真的 公亲大臣们 肯定不会答应的 我这就先请求赐死 给大臣们做个表率 汉元帝一生信奉如数 推行德政 当然不会狠心 赐死自己的亲戚家境尘 汉元帝安慰史丹 你放心 我是不会废太子的 以后你好好辅佐他 这样 刘傲的太子之位 才终于不可撼动 如果说傅昭仪 没有让儿子当太子的意思 他也没这么好心 看汉成帝刘傲挑选杨子时 傅昭仪那个激进 就知道 她是一个渴望权力的女人 但是 傅昭仪也没有因为 想让儿子当太子 而咄咄逼人 这点 傅昭仪比欺负人要聪明得多 等到汉元帝驾崩 王正军的儿子刘傲继承皇位 傅昭仪也跟着自己的儿子刘康 到了封地上 被封为定淘汰后 傅昭仪在儿子的封地上时 并没有要和京城里的王正军 汉成帝刘傲抬杠的意思 王正军和汉成帝 也没有因为之前 原帝有改立太子的意思 而给刘康和傅昭仪穿小鞋 相反 王正军母子俩 对定淘王刘康的待遇 一直都要高出 其他诸侯王好多 这可以看成是 王正军和汉成帝心地善良 但是 人的感情都是相互的 不可能一方无条件地对另一方好 尤其是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室中 要是王正军一点心眼都没有 怎么可能在不得宠的情况下 还能稳坐后卫十六年 这也反映出 当年傅昭仪和定淘王刘康 并没有对王正军母子 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 有一次 定淘王进京来朝见汉成帝的时候 恰逢汉成帝生病 内心脆弱 又担心无似的成帝 特意留定淘王在宫里常住 生怕自己有什么意外 就再也见不到这个弟弟了 定淘王住下之后 尽心尽力照顾哥哥汉成帝的起局 汉成帝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 这边王正军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 王正军的哥哥王凤 却表现出了不满 他认为 定淘王作为藩王 不能在京中长时间逗留 正好这个时候 有日式出现 王凤便接天象 说是因为定淘王违规留下太久 上天才给出了警示 古代人还是挺忌讳 日时 月时 惠心这些天象的 汉成帝也没有理由反驳王凤 定淘王离开的时候 兄弟俩还一起哭了一场 可见 他们兄弟的感情 是真的很好 奇怪的是 身为弟弟的定淘王 比哥哥汉成帝先离开人世 杨硕二年 定淘王刘康去世 幸好留下了一个儿子刘新 定淘王刘康的正妻张氏 是傅昭仪同母义父的妹妹正里的女儿 傅昭仪一直希望外甥女张氏 能生下儿子 但很可惜 只有丁基生下了刘康的儿子 傅昭仪便亲自抚养这个孙子刘新 后来 汉成帝因为没有子嗣 想要过继一个儿子 在三帝刘新和侄子刘新之间 选择了定淘王的儿子刘新为接班人 汉书上说 是因为傅昭仪 暗中贿赂了赵飞燕姐妹 以及汉成帝的舅舅王根 才使得汉成帝最终选定了刘新 汉成帝虽然表面上看着 荒淫不靠谱 但却是一个很有主义的人 不然 他刚继承皇位时 也不会借助他舅舅的力量 将太监实险 以及汉宣帝的外妻许家 王家给赶出了朝堂 当然 这也导致王家权力过剩 没有人与之相抗衡 但凡过季的孩子 都要面临和原先的家庭 划清界限的问题 明朝家境皇帝 就因为认亲爹亲骂的问题 和大臣们进行过 旷日持久的大礼仪之争 为此还打死不少朝中重臣 汉成帝对养子刘新 态度很明确 既然已经过季了 就不再是定逃亡的儿子了 应该孝顺现在的父母才对 而刘新被立为太子后 想要去拜谢 自己的祖母傅昭仪 以及母亲丁姬 少妇言崇劝太子刘新不要去 因为他现在的祖母 应该是汉成帝的母亲王正军 可是 另一位太父赵玄 却赞同刘新去拜谢 汉成帝知道了这时候 非常生气 将赵玄给降了职 按照汉成帝的意思 傅昭仪及丁姬 应该继续住在定陶 不能再和太子刘新见面 可是 王正军却让人 将傅昭仪及丁姬接到太子府上 汉成帝不同意 王正军就劝道 刘新是傅昭仪这个祖母养大的 现在把他接过来 全当是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吧 王正军没有强迫刘新 断绝和傅昭仪的关系 真是非常难得 可是 刘新到底是向着自己的祖母 及亲生父母的 汉埃帝刘新即位之后 还是封祖母傅昭仪 为皇太太后 母亲丁姬为帝太后 并且不断加封傅家 丁家的外妻 傅太后仗着自己的孙子是皇帝 就开始跋扈了起来 不但称王正军为老太婆 还诬陷昔昔日与之争宠的情敌冯昭仪 行诅咒之事 逼令其自杀 冯昭仪也算是王正军的情敌了 可是 王正军却从来没有为难过他 也允许他随儿子 住到封地上去当太后 傅太后和王正军比 还是心眼小了点 可是 风水轮流转 傅太后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因为他的孙子汉哀帝没有子嗣 最后 这个皇位还是落到了冯昭仪的孙子的头上 如果傅太后继续活下去 说不准也会对王正军开刀 可惜 傅太后在袁寿元年就去世了 紧接着 年仅24周岁的汉哀帝 也于第二年 即袁寿二年六月 在威央宫去世 没有留下子嗣 如果汉哀帝活得长久一些 如果汉哀帝有儿子 或许傅太后和丁姬的结局就会好很多 冯太后的孙子 八周岁的汉平帝流看继位之后 王正军便封了侄子王莽 为大司马 委任他处理朝政 王莽很知道 如何讨好自己的姑母王正军 他知道傅太后生前对王正军不敬 于是 便奏请将傅太后的封号 改为定陶公王母 将丁太后的封号改回为丁姬 之后 王莽又以傅太后和丁姬的封号 与他俩下葬的规格不匹配为由 要求将傅太后 丁姬的棺木给挖出来 毁齐两人的坟种 将这婆媳俩千葬回定陶 傅太后活着的时候 王正军都没有为难他 这人都已经死了 王正军觉得更没有必要做这些了 可是 王莽却坚持要这么做 这还不算 王莽又上奏 说傅太后和丁姬是妾 不应该为之 使用皇后才能用的棺材 穿戴应该换成普通的木制棺材 扒掉他们身上的华柜衣衫 并将丁姬按照藤妾的礼制下葬 傅太后生前心心念念 要成为皇太后 太皇太后 虽然死的时候 他的孙子汉哀帝 将其与汉原帝流逝合葬在魏陵 但是 他最终还是没有享受到 应有的哀容 还被人开关辱师 王正军虽然生前 不得丈夫宠爱 但是 凭着好运气 历经汉原帝 汉成帝 汉哀帝 汉平帝 最后83周岁寿终正寝 都说 傅太后机关算尽 始终还是输给了王正军 其实 他们俩人 并没有要争个 你死我活的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汉成帝自己 导致绝后 傅太后也不会来京城 而如果不是傅太后认为 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极力让孙子成为皇寺 他也能在定逃过着平静的生活 历史趣闻 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